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非常特殊 有一个栏目叫瓦伦姐姐餐业和我们的朋友 为了这个专题来做一下这样的一个视频节目 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 主理人他的一些想法和特点 然后用通过这个视角 让大家去更加深入的去了解这个文化 因为我们今天探访的这个电教APC APC的一个国外的集合店 我就是APC的主理人 老孙和他的合伙人王厂长 应该有一部分粉丝都能认出来 这是北楼下树 北楼现在的B站的大红人 对吧 然后这个是传言 是瓦伦姐姐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做一个这样的闲聊式的访谈 叫ABC呢 短生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因为没有开业之前 它原来是一个活动家具点 然后原来也叫ABC 但我呢是觉得就是名字本身就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就是后期的内容给它灌输的这个意义 所以很顺其自然的就是我们没有改名字 也叫ABC 只是说我们取了一个就是说ABC的几个首字母 叫Always Be Comping 意思就是一直保持这种露营的心态 不管是出去也好 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好 就是这种状态 一直露营是吧 一直后外 全世界比较优质的户外类的品牌或者生活方式类的品牌 装在这个ABC这个杯子里 就大概是没一个 它是个容器 对它是个容器 对对对 融合所有的这种精华的品牌 对对对 所以它的这个ABC它本身其实是没有意思的 所以它延伸性就很强 这个就很厉害了 本身没有意义 你们两个赋予它意义了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后面的人赋予它意义的 其实ABC这个曲名是非常有哲理的 对对对 简单又不简单 就很多事情其实应该你就是怎么去解读它 就是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读 对对 跟他的体验和他的感受有关系的 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 其实我知道就是老孙这个人他是 人生经历是非常丰富的吧 其实我都搞不懂你现在到底干什么事情 好像这个你也做那个你也做 就不知道你是一个 就是都经营哪些创业的项目啊 挺好奇的 我呢是其实比较喜欢在背后做事情 幕后的 因为我最早就是做模糊拍视频 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有一个理想一直没变 就是我是一直想引导大家 我自己认为的好的生活方式 其实这件事情一直就没变 那只是说在想传达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所以就也有那么多的品牌 就像蘑菇最开始做设计的 后来到了做家具 然后后来到了ABC或者Pinoco 最终其实我们是想传达一个美学和生活方式 没有具体的定义就是我认为好的生活方式 去影响你 身边的人 对对对 形容身边的人 其实就这么简单 凡是说到生活方式或者生活 它其实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对对 所以就有那么多事情要改 是 其实就是说 所以最开始有一个理想 有一个想法 想把这些好东西带给世界的人 然后才发现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其实挺多的 你可能吃的时候 有发现好多美的东西 好的东西 住的时候 或者行的时候 或者去玩的时候 或者工作的时候 或者平时家具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点点滴滴的 对因为有这种想法的人 他肯定对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都有一种执念 对都有要求 那么在中国这个环境 很多东西没有人做 就是没有前辈做 所以就像我们蘑菇最开始做家具 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在中国你买不到 你心里面想要的东西 所以没办法 你只能自己做 其实这个感受 大家应该都有共同的这种感受 因为我问题是 像我们自己做包做鞋 也是因为买不到自己满意的 所以就自己去做 但是这个东西 因为你有这个要求 有这个目标在这里 所以你会就克服很多困难 一直往前走 对 其实也是这个执念支撑的 对 因为在中国 我觉得做这个事情 某种手上 它不应该叫生意 比他能挣钱的事情太多了 是的 所以如果能这么多年坚持下来 其实也是因为爱好 或者说值得理想支撑 是的 是的 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 是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东西 其实就是没有前辈 没有参考 然后直接就在创造这个过程中 但是你说创造它是 没有一个现成的 或者也是环境市场 都没有现成的 所以你在慢慢的做的过程中 慢慢去摸索总结出来的一些东西 对 因为它是一个行业嘛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你去构建 因为没有前辈 或者现成的行业规则也好 或者说是各种支撑的行业也好 它没有 所以需要重新的去 一件一件事情自己去做 对 这个事情还挺难 其实我们一直说摸着石头过河 其实我们没石头可摸 起码在中国本土 没有石头可摸 你还要过河 所以这些做的事情 确实难度就挺大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我觉得挺幸运的就是 我在我们蘑菇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发现 比如说各位 大家也都在做这件事情 通过一件事情 把所有相同爱好兴趣的 还有理念的 它就慢慢聚在一起了 这个凝聚也是非常重要的 前面有很多想法 但是人可能跟别人讲 人家可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但是现在慢慢这个环境 会不会越来越好了 你可能做一个事情 很多人懂你 理解你 也知道你要做什么 或者也是他们自己内心追求的 只是他们没有这个机会 没有去实现的东西 所以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 就是我现在理解户外 就是某种方式 它是一个切入点 因为你要告诉大家 比如说你想要的生活方式 是什么样的 但正好就是户外 它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切入点 那大家又能懂 又能很直观地理解到和看不到 或者去参与过程中 去享受这个 带给你大家的 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乐趣 可能以前讲生活方式 大部分在一种概念中 或者说一种 很虚无缥缈的 对 很虚的东西 但现在可能就触目到 这个就是我要的东西 我要的生活方式的类 像这个户外的文化 我们中国本身是没有的 都是从比如美国呀 日本呀那边 开始慢慢地就是做得很成熟 我们才接触到这些东西 那能聊聊就是你是怎么去接触 这个户外文化的一个契机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国内的户外这一块 其实现在的情况来说 比我想象中来的要快 要快 对 因为最开始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商业行为 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原来计划 因为我们原来一直做模糊 这种生活方式是我自己的爱好 只是自己的爱好而已 结果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 很多朋友也都在玩这个东西 所以大家聚在一起了 然后再加上就各方面的机会也好 什么也好 几个点都成熟了 所以大家现在觉得还蛮热闹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原因的 如果说没有像老孙家的人去做这件事情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生活 我可能有这个想法 但是太不方便了 我视野里面没有 我每次要去到日本 或者是去到一些国外 才能去体验这种生活 但现在因为有像你们这样的从业者 或者是这个行业的这些爱好者 他们已经在做 在去参与这些事情 让这个活动 更然有这个传播力 所以其实中国有很多市场 它就是不是说它不会 或者说它没有 只是缺少一个契机 一个点去触碰 然后就像我们今天过来参观你的店之后 其实是帮好帮我这个 暗藏在内心的那一颗心 就是户外的那颗心 就是可能需要一个点 帮它给导火线给它点着 然后我就发现 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这个东西以前说的很多是跟风的一种现象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走向内的 是完全是走入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受 然后找到自己的那个过程 可能在上海的人会有优势 北京啊上海的 因为它这个文化确实是繁荣一些 或者说受众面更广 其实大背景就跟整个社会发展阶段有关 因为我觉得一种文化的东西 发源地是一方面 但是它会因为发源地到传播到每一个地方 它会有更深入或者说不同形式的呈现 或者更好的更丰富的内容出现 所谓的现代国外 它肯定是从那个欧洲开始的 然后到美国 然后到那个日本 每一个地方的特点或者说都不一样 这个跟社会发展情况也是一样的 那所以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向日本学习 向他们学习 但是我觉得随着国内从业人员也好 或者说这个市场慢慢完整了也好 会有我们自己的东西出现 因为我们这个从事的这个人是中国人 他一定会带着中国的记忆 对 就是属于中国特色的这个录音的文化 或者说户外的文化 就是老师也跟王上在经常去录营吧 包括北楼就是可能也参加一些 国外的一些录营的这个生活体验 你们觉得国外跟现在国内的录营的文化 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有些还是有些差距在哪里啊 我们去过一次日本的go out 差距其实还是一个录营文化 我们是突然兴起的嘛 我觉得还是根基没有那么深 所以玩家相对来说 不好意思的说还是比较初级 比如说一些习惯 我觉得这个是我认为差距最大了 习惯 对 咱们中国人也会经常这么吐槽 但实际上现在已经好一些了 就接触录营文化开始玩的 其实大家都对这个环境啊等等 这些开始有意识了 但是我在日本我还是觉得 关于录营 关于生活的一些习惯 然后再就是风格化 我觉得日本因为它玩的时间确实比较长 其实他们对于自己风格的理解 我觉得可能是比我们国内的一些玩家 要更深 或者琢磨的时间更久一些 对 今天还在跟北楼说 我说我们有很多装备在撞 那其实国内的市场 我们能接触到的产品 其实也是有限的 对吧 对就是没有日本的那样的市场 那么开放吧 或者那么多元术 对 对选择那么多 对选择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跟国外的我觉得比较好的状态的 一个很大的差别 主要就是这两点 其实其他的玩家的状态 我觉得都很好 就喜欢露营的人 包括我们都觉得日本人 其实互相之间是很冷漠的状态 对 但是国内就是很热情 对 但是实际上你到那个环境里 你会发现所有的露营的人 都是很open 包括就是我们觉得比较冷漠的日本人也是 我走过去 他就会主动跟你去打招呼这样 就是可能说大家走入大自然的时候 会丢下很多一个包袱 对 社会属性没有了 然后你只有你最原始的那个人 作为一个人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就是娃娃出生到开始说话的时候 他们的世界是很单纯的 也很美好的 就是没有什么压力很开心的 无忧无虑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外文化那么受欢迎 我觉得也是让大家找到 出生的那个状态非常有关系 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 就我们主流的这种玩法 其实是蛮有我们那个亚洲人这种特点的 你想想包括那个家庭式的露营 其实是亚洲人的法人 或者说叫日本人 对 因为在欧美他们是没有这个习惯的 对 还不止这一点 日本人也好韩国人也好 老实说就是东方这一块 大家玩的实际上很局限 这种局限不是说人家的理念局限 而是它的地域环境 人文环境 它特别的局限 对着一个富士山能搞成这样 我说富士山那种体量在中国有多少 日本人把一个富士山搞得很极致 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 就是变化多端所谓的这个 你看我们整个西南的云贵穿鱼藏 海拔从几十到几千 你让日本的那些玩家如果来中国 就真的要分掉 我们中国各种地方都是齐 对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真正要把这个文化 玩出中国的这种一个特色的 不一样的一个点 就是他们玩的 根据他们的字 比较小气 细致 对 说实在话 我们就包括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我真的就会真的到海拔好几千里 我们甚至跟当地的一些藏族人也好啊 包括跟当地的少数民族 共同吃共同生活 共同去重新又找回游牧的感觉 对对对 这些我们都有 他们是没有的 是是是是是 我们这个族群也多 文化跨度也大 我们绝对优势 我们就南北文化的差异都很大 气候 是的 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一样 是 吃的你看我们中华的 这个美食有多少 吃的内容 那我们的生命力很旺盛啊 对啊 我们内部融合都得融合一千年 一千年 几十个民族啊 生活方式 这个融合还没有完全融合呢 对 我觉得所以说 就是如果说有能力的 好好玩 真的好好玩一下 真的有点 是个坑啊 对这个东西的追求的是个坑 追求是个坑 对你去了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中国版图 你有那么多没去过地方 那么多没见过的东西 你就没完没了的在计划 我什么时候要 所以工作会更加努力 对你说的这个就对了 说真的 就生活更有激情 我说是真的 这个实际上我们 就从另外一个更深的角度上来讲 就是户外的生活方式 它真的叫生活方式 因为它跟生活的美学和哲学不一样 是 它更具备哲学的特色 而不只是纯粹的美学 美学我们是看上去很美 美学只是个载体 没错 它是个表达方式 这个杯子 这个锅 这个载体 但是最终它要表达人的 这样出的哲学的美分 对那很简单一个道理 就是厂长刚才说 它是个坑 这个坑是打引号 对 这种意义上来讲 它就是说 引导你走入一个 比较良性的一个 一种节奏里面去 你在城市受到压力 去不断地精进自己的生活 对 精进自己的这种 个人的这种能力 那么你在户外当中 去释放这样的 把压力放出来 对 调整自己的状态 再回到城市 这是一个 它是会把 良性循环 你的生活 就是带入一种 良性的循环 对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是它最大的魅力 至于呈现的方式 更何况 我刚才提到了 比日本 比韩国 比好多西方 都具备 所以这个东西 你要玩一下 它一辈子 你把它当成自己的文奏 它都不为过 是 它都有足够大的 这个体难来承 来承载 我觉得这个 是我近几年来 发现的最有意思的 是 是 乐子物体 是吗 我觉得这个文化 其实跟很多行业都差不多 要服饰我画 最开始也是 我们没有什么穿着的 这个风格 什么的 慢慢的选择多了 体验过了 穿着多了 它就慢慢还行着自己的风格 就是它整个户外这一块 它是一个小事件 就是 对 里面的所有的发展过程也好 内容也好 它能非常完整的体现 整个其他行业的一个缩影 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知道 所谓的户外 但户外里面就是 已经有很多小分支 或者说是 它应该有很多小分支 就开始慢慢形成了一些 自己的这个线路和封闭出来 对 跟穿衣文化也好 一样的 因为这一段我觉得 北欧应该聊一下 就是它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它非常丰富化 对 没有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的定义就是一个玩家 就是在玩 因为一直在体验 形式可能不断地在变化 从原来自己开车到徒步 到后来 自己玩露营 当然很多东西也是受ABC的影响 然后慢慢再接触 这个实话实说 因为很多东西 就像我们也 刚刚那老孙讲的特别对 就是很多东西可能看得到 但是你身边不存在 但正因为有了ABC的这个存在 存在了以后 你才能对接嘛 对 才能去使用嘛 这个是很现实的东西 才会激发出你那个需求 对吧 这个不存在吹捧的问题 实时求是就是这样子 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你们刚才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风格的一个问题 还有对这个露营的理解问题 对 实际上厂长刚才说了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呢 我作为玩家的角度 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补充是什么 就现在绝大部分的玩家 还在带成熟的一个过程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就是 我建议大家不要老是再去做一些叠加 第一你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玩法很重要 你到底是周末游 亲子游 还是说你自己喜欢solo 它每一种都是有一种自己很对口的一个状态 对 这是第一第二呢 这露营它不是说我把帐篷搭好了以后 就叫露营 就叫露营 对对对 实际上从前期的筹备 我要去哪 那个目的地在哪 我到那有多长时间 当地的气候如何 它的地形地貌是怎么样 我到那到底要干什么事 实际上这些事需要一个前期的筹备 那有了前期的筹备 你如何去收纳 这个也很重要 你的车该怎么放 你带什么东西去 怎么把它收拾的 让你到了目的地以后快速的上市 那到了地方以后 你怎么去把它搭建起来 怎么去正常的使用 正常完成它的体验的过程以后 怎么样去把它整理起来 收纳好 回家以后 最重要的一点 怎么去包压好你的装备 你的帐篷该怎么去叠 有些有些帐篷 有些装备的特性就是 不是说你打包好就完了 你得要养护它 因为这些东西它可以跟你一辈子 那么你如果不去跟它建立好 这种维护的关系 你在使用上 就不会有好好的体验 就是当你把整个一套系统 玩下来以后 可能才叫真正 叫陆运 这个就是真正的玩家 他体验过后才能输出这样的需求 对吧 每一次陆运 它其实就是一种 平时生活的一个缩影 就是你中间 包括你的种仇能力 其实它就是一个缩影 就是我们就做任何事情 都不要说 只是要一个怎么样的结果 其实你在这个过程 才是你做这些最有意义的点 对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最有意义的点 就是这每次都有一哈 我觉得也是在出发的一个 是的 每次你们出发去一个新的目的地 露营的时候 你们是什么心理状态 那我先说下我的观点 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是露营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就是大部分人在日常的生活逻辑当中 是他对每天做一件事情 他都是有预期的 对 就因为我每天比如说开车到公司上班 几点下班 对 这些时间点什么是非常精确的 我到星巴克我买咖啡 我你想象当中肯定能买到咖啡 我能喝到是这样 那么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个循环当中 也就是我们城市生活 那么户外是这样的 我觉得它最有魅力的是 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一个目的地 有一个什么 它最有魅力的就是 那种未知 未知 不可预测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愿意 就是一次一次的往外跑 然后每一次给你带来的 意外也好 或者惊喜也好 什么也好 都是不一样的 就算是同一个目的地 你每一次去都会不一样 然后你遇到状况也会不一样 那么我觉得重要的其实是 你每一次中间你享受的这个 其实过程是最重要的 嗯 这个真的是类型 真正的一个想法的需求 其实就跟你 就你经常玩那个穿越啊 探险一样的感受 应该是一样的 对 所以说到大一点就是 每一个人的人生 嗯 嗯 其实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如果你对你未来会什么样 我觉得这样就没意思了 是 嗯 那么户外我觉得可以正好是 对这个世界观 或者说你的人生观的一个 影响 确实是那句话 如果你都知道 你这一生的结局 你觉得很美死啊 对啊 所以我们有在看 经典电影的时候 他最喜欢看这个人的传奇人生 和传奇故事 就是他真的演出来一种 哎呀你想象不到 说这个人的人生 怎么会转折成这样 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那时候外婆 奶奶那一辈的时候 他在讲到的人生的时候 我们就很喜欢听他们讲故事 就是他们一生经历的事情 都变化太大 嗯 然后充满着这个出其不意 充满着这个惊险 或者触碎充满着这种感觉 我觉得露营的过程 跟那个感受是一样的 对 也属于说 走到最后 其实还是 找寻自我的一个过程 对 就比方说我们没有露过营的 因为我们没有去尝试 所以我们认为 应该是这样 其实他就告诉你 你去做了就可以发生不一样 对 重要的是先去做 是个挑战 是个挑战 自我挑战的过程 实际上说挑战还好 这个还有一个不一样的理解 是我们原来对露营的理解 它是要挑战自然 我通过我的装备 我的体能 我所具备的知识 我所储备的一些经验 我去跟自然抗衡 比如说 我海拔我要爬到多少 比如说 我今天我要徒步多少公里 但是我们这种玩法的露营 它恰恰不一样 它是融入大自然 没错 对 融入这些血沙 对 是的 也就是完全两种的人生态度 对 两种概念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通过自身 去跟自然去对抗 去征服 而是我们要融入它 对 你就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 没错 当你具备了心理建设的一个前提 嗯 你就会发现 可能小虫子到了你的帐篷里 你不会是觉得是一件很畏惧的事 当晚上只剩你一个人 看着星星看着月亮 吹着微风的时候 已经不再是属于 你好像跟自然是两回神 对 对 对 你会发现你完全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我们玩的这种路由 它有很大的一个魅力 嗯 所以说不需要去一来就给自己设一个门槛 就像老虫桌面 你不要对未知的东西一说 我好像是不行 我得去挑战 没有 那只能证明你准备好了 没准备好了 对 你先放下来 你觉得你有必要去融入自然的生活 那你再去玩和体验 就不会有你刚才讲到的那种 很有复杂的 对 那种心理 对 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 就会很多人粉丝敌死 大概就是说饭的吃不饱 还想这些干嘛 其实大家其实吃饭也好 什么也好 其实我觉得独主的这个东西 是一定要保留的 它就属于你做一个人 做一个个体 它独有的东西 它这个就是两层粮食的问题 就两种粮食的问题 就想吃得饱 那你就干吃得饱的事 是 你要想让自己的精神思想 能吃得饱 你也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事来干 李乔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经常提 什么精神家园呢 但现在可能就很少人会提到 一个什么精神家园的这个词 那就是说我们是不是 现在这个高速的社会发展 让大家就是独暇一击 就是可能就是真的是没有时间去 一说到精神家园 就觉得你生活优越 你不是人间烟火的 一定有状态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过程的 对一个过程 首先是 你要吃饱 不 首先是你追求的是什么 是一个目的 是的 那么怎么去追求是手段 而分成两层来讲 是 首先来讲就是说 你不能只注重自己的物质粮食 物质粮食有 你是追不完 是 那么你在追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能更注重你的精神粮食 对 它实际上是可以给你满足的 你本身的一个完整性 是的 是的 这就是看你个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问题 你意识到了 实际上你说你年收入一百万和年收入十万 你说你都没有时间去坐下来摆个摊 没自己去独厨 它一定会有时间 是的 只是说你怎么去认知 我这个事在满足我的精神实力 这是一个目的 是的 那手段是什么呢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录影 你说远一点 花咱们出去录影一个礼拜 出去穿越没有问题 近一点的是 我吃完晚饭 我带着我的装备 我到公园 我到楼顶 我来一次不过夜的录影 是 我甚至是 哪都不能去了 什么情况呢 我在我自己的阳台 像郭家贾一样 我摆一个场景 对 我来找找感觉 对 我非常地赞同这个 因为当时跟王厂长在聊 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这种设计 还有这种质感 还有这种器皿的感觉 温度 让你很想去拥有它的这种 但是很想 我也不露营 因为我可能作为我 王厂姐的角色 我最近就是像时间没有很忙 平时应付这些 要处理这些事情 不够有时间 那也是借口 这是只是目前为止 我认为我可能最近 这个阶段没有时间 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像刚刚北楼说的 那我可能买几个碗 放在家里面 不用去体验这种 生活的感受 其实这东西 你不一定要是在大森林里 你没在家里也可以 体验到这种感觉 那这个也是一种态度 是的 对 对 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在办公室 现在都是电磁烧水 是 是 我觉得你在办公室 如果点一个煤油炉 或者点一个气罐烧水 这就是一个进步 对 就是 给你人生打开 不一样的罚条 或者开关 对 它就像一把钥匙一样 对 有浅入身 就千万不要有包袱 就是说认为储蓄 我什么东西 我都得准备齐 首先我去录音 我得想我要花多少钱 买个多少装备 对 就不要觉得这个东西 是只能在户外有用 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 它很简单 把这个界线只要打破 你出去就容易了 就不会有 我没有时间 我很忙 我有很多事情做 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这就是说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打开 对 路营的状态真的是特别好 尤其是 现在我们在路营 就跟北楼一样 就是更加的倾向于solo了 嗯 我这次就自己去 然后晚上 戴头灯 在小溪走一下 然后你会发现 白天你看不见的东西晚上都出来了 会有小鱼小虾都出来了 向内的 对那种状态就特别好 听着溪流的声音 然后慢慢的徒步去走 真的是你会忘了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种状态是 尽量让我想跟你走一趟 对 就不只是身份 什么你是母亲也好 你是什么也好 你是公司老板也好 全都忘了 嗯 在意的只是你听到的 然后和你看到的 这种状态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去尝试一下 应该去让自己的那个声音发出来 不要把它给关注了 也是一个 不回微信的一个最好的理由 我在山里没信号 哈哈哈哈 你还没手机啊 没手机啊 这个是很好的很好的办法 是 有的时候到周末电话 那些各种办法 其实你认识可能都没有多大作用 其实大部分的信息是没用的 是没无效的 而且没用的 那就会把你的这个情绪弄得好像很不好 对对对 还不好 专注 在外面就会觉得自己也很专注 如果总结一下的话就是 你们开了这个APC之后 你觉得对你们自己个人的生活 没有什么最大的改变 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是在做贡献 因为我原来是爱好 现在变成了一个工作 那么原来我自己 比如说我在日本代购也好 或者通过亚马逊一倍 买一些东西也好 我买完我自己就去玩了 但是因为APC 我是想解决大家 我希望方便就是 大家能随时买到 很方便的买到 其实对于我自己本身来说 意义是不大的 因为我还要照顾这个生意 我需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让我们自己的时间都少 对 而且我们早去做的时候 还没有现在的户外风呢 那个做的时候 其实根本不知道 未来是什么样子 我们只是介于这个理想吧 就是从老孙说的这个 在做贡献 听起来好像很怪的一个说吧 但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你说的贡献 实际上是就是 你现在身上不仅热爱变成事业 其实你是不是还是有一种感觉 这个意义就比较 不是那么单纯了 就是你做不好 就是有点我一定要把它做好的那种 对 就是我们老想 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去影响周围的人 让他们知道那种东西 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的 什么样的状态是好的 会有想要别人少走一点 弯路 我觉得就是这个突然领导 这个任务一样的 对 就是因为你热爱 好像别人也没做 你做着做着发现 你责任率还越大 你能力也越大了 一方面是一种使命感 另外一方面确实是这个是热情驱动的 对 就是这个事情它整个社会或者说是周围 它给你推到了这一步 对 那你正好有这个资源和想法 那你就顺着这个事情去做 包括我们做营地 其实也是这个 推动 对 也是想要推动一下 因为营地现在国内的情况 肯定路营的人都有感受 就是没有一个标杆一点的 做得比较好的 或者是就是能解决现在问题的至少 也是 就是说你们会在这个过程中 发现这个其实这个市场 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非常非常 做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 就是你们希望把这些问题 都能用你们的利所能及的范围 去帮助解决一点 两点三点 尽量给它做得好一点 对我们现在就是有个营地也是在浙江 是吗 对就是在杭州 这样其实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就比如说你们想要去露营 那么有没有一个安全性都有保证的 然后体验也比较舒适的 让你少走一些这样的 弯路 对 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这也是成熟的一个表现 是因为第一次体验 其实对于你之后怎么去露营 非常重要 就是未来的粉丝用户 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研究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探讨 但是呢 他又很想去实现这个自己的这个理想 就是去露营 但是就你们这样的 就帮他们做这样的筛选 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对一起打过来升级吧 我们先走在前面 然后不断的人过来 我们也需要根据更多的玩家 在一起再去升级做更好的 对就像瓦禄街的产业 我们两个朋友以前也是很喜欢户外的 就是我们以前玩的户外是比较传统的户外 就刚刚斐勒说的 就是可能就是以前没有什么条件 就只能背个背包去 登山啊 登雪山 或者徒步一下啊 徒步一下啊 徒步一下 对对对 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方式不论 但是其实这个诉求都是一样 就是要去找到 通过外面的世界走一走去看一看 然后找找东西想要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说 我们现在又想去重新再去做一些 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因为以前那个比较大段的时间 再加上你的这个年轻嘛 身体还是很好的 现在肯定你这么走一圈 人就废掉了 就折腾了 折腾不起嘛 然后现在就觉得 如果身边有这样 ABC这样的 像老师啊 王上哲还有北楼这样的 你这个已经很有经验的 告诉我怎么去做 那我们就很一身轻松的去尝试这个事情 每一个camper都应该有这种使命感 我到现在我还非常有激情 我还觉得没有什么事 是很自然的事 我觉得这个也是 露营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日本有几个比较标杆的几个牌子 但是日本跟我们ABC有一点区别是 他们其实还有一点点偏存商业 为什么呢 但其实我也希望ABC是存商的 因为日本市场已经很成熟 成熟 它已经不需要引导 也不需要做什么活动了 对 我们现在还得每个月定期 因为那个它还是正常应该说常态 是 它是常态已经发展到那个阶段 对 它已经变成一个国民的生活方式了 就是哪怕周末或者是随便什么时候 就在公园里拿个饭团 小孩坐着放空一下 所有的小孩都会去做 小孩几年级是吧 就开始搭账了 对 我们国内确实还需要 育育这个是商业的健康的商业的环境 首先它是一个状态 之后才可以转成我们认为的不需要培育的 大家直接就知道它是干嘛的 其实商业是个好东西 就是健康的商业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它能促进咱们的生活和文化的 我一直相信就是说 其实现在这个消费者市场啊 消费者是用购买 来给他们喜欢的这些事物或商业项目投票的 所以说来APC多来就是用家投票 有相互支持嘛 就是像APC的成长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这个土壤 那今天粉丝也需要你们 源源不断的提供新的东西给大家去 对 真的是互相的 去接触 它是一个整体 不是割裂 也是一个重担 也说明国内文化越来越好 是 开始越来越向内部追求了 对 你们的店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店员 也都是你们的粉丝是不是 你们的社区里面的 也有的 这就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发展的作用 说不定今天我们这个视频节目前面 听的听众有可能 未来就是我们这个小伙伴 对 就是很开心的 缺人来 超频 好那我们就是那个今天的这个聊天节目 差不多 对 各自总结一句话好不好 总结 然后结束一下 露营要去啊 哈哈哈哈 好了 已经达成这个目的了 我觉得这个谈话 已经有这个顶地了 确定是破不重要 破不重要 就是十块钱有十块钱的玩法 一万有一万的玩法 主要的是一定要走出去 对 去接触这个新的理由 对 我觉得就是走出去 是最重要的 嗯 当然走出去最好也能走回来 哈哈哈 迷路了是吧 对 好走 你们俩先走出去 哈哈哈 可以可以 马上走 马上走 说走就走 您帮就走啊 啊 差一爷来说一下 给心灵来个露营吧 因为网络姐还没走出去 走出去走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来说 哈哈哈 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关注一下ABC的 你们现在有公众号对吧 嗯 关注你们 微博叫我王厂长B站也是 哈哈哈 我是B站是北楼的营地计划 啊 北楼的营地计划 我没有就微博 哦 ABCCounting ABC这个空间里面二楼呢 是有一个就是很大的空间 然后会定期的做一些 比方说跟品牌的这个合作的这个展览 沙龙座谈 话题 分享会 沙龙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 大家如果说在杭州有时间啊 就来了的话 我觉得建议大家过来逛一逛 一定不会有失望的 一定会带着收货回去的啊 对 好那最后就是瓦伦姐姐老套路啊 如果有兴趣的话 继续关注瓦伦姐姐的微博 微信公众号 还有B站 就是瓦伦姐姐啊 然后Instagram的话 现在继续 然后产业的话 再关注产业的这个视频号 产业与产主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结束了 我们再次在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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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